三色雪糕 真的是這輛車的包裝 寫得不錯 三色雪糕原來知道 人情味、本土味、懷舊味 Hello 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各位觀眾,今天來到TOYS TV的圓形不露節目時間 今天這個節目和圓形不露來說比較特別 因為是今年香港2023年 香港動漫電玩節的特備節目 其中一個為動漫展或限量版玩具 和大家預先去報料 以前源源不露 沒錯,這個作品真的是Flow Type 但到了7月28日至8月1日期間 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動漫電玩節便會有限量發售 而這個作品只有一百隻 據廠方來說 整個作品是很多人手的手工部分 甚至上色部分 所以暫時只能確定做一百隻限量 看看到時反應如何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即管捧場 這次這個產品將會在HKBTA範圍的其中一間參戰商 就是SEVEN 那邊會有90年代誠意歐新文章 兩個都是香港一些獨立品牌 我們稱為比較中小型的公司 但誠意就滿滿了 只有100套 這套套裝是一個1比12的公仔 這個雪糕八百是可動模式 而廠方也優先借給我們拍攝 在現場便會有100套限量發售 除了雪糕八百之外,當然有三輪雪糕車 其實我最近發覺,我走過灣仔那邊 近碼頭,應該是碼頭那邊 還是中環碼頭那邊 我仍然是看到有三輪雪糕車 我自己那天用了一張照片 比較一下都可以 還未絕種,等於我們大型的四輪雪糕車 但我覺得三輪那些更加少 因為可能現在的小朋友 放學不會再去買雪糕 可能有便利店,很多方便的便利店 或者有自己帶的食物 所以很少在這裡買 但我們當年,由七十年代到二千年左右 我想很多朋友在讀書的階段 都應該對這套套裝完全陌生 但如果是二千年後,或者最近十年後 我們很難保證 但也看見好像不多 因為有時在街上 我們看到這些叔叔 在馬路上車去不同的地方 特地就我們放學,小息時間去不同的地方 其實不同區的學校,或不同中學小學 全日半日制的那些 下上下下週班 放學時間是不同的 所以這些叔叔是很聰明的 亦都很不慈勞苦地 大熱天時,駕著雪糕車 這個是雪櫃來的 將這些冰凍的,雪糕、雪條、飲品 載到門口,當然做生意 價錢也比較公道 說回這輛雪糕車 其實對我們香港好幾代人都是滿滿的回憶 如果雪糕伯伯伯的樣子很像不知誰 很熟眠口 其實先說人仔 人仔,可動figure 之餘 你知道之餘 是一個很老套 很舊的造型 腰袋 腰袋這個人都背了很多年 我自己都背過 初初輕的時候 現在當然不明白 通常去大陸旅行 或者外國旅行 香港人都會背著這個袋 因為掛在前面 感覺安全感好一點 而且比較大,什麼都放進去 當然做生意來講,香港紙幻都不錯 它就代了很多散紙、紙幣 這個很值得 既然講到它的裝備 不如我一次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就這樣看未必看得完 先講一個雪糕白白 可動figure 首先有個熟悉的廉武第四 這個素體手形全部可動 這個大家知道的 玩開,1比12,6吋高 留意有肉咀 看看close-up就知道有肉咀 咦咦咦咦咦 可以動的 即是獨立一條線 很幼的線 大力扯就不需要大力 扯一斷 肉咀大,肉咀真的很小 要close-up才能看到 另外有太陽超 雪單車鋼窺 即是三輪車 這種頭盔 我想現在都很難找到 我記得類似的款式 以前的交通警察 我們稱為交通差 都會戴這種頭盔 類似,根本的頭盔沒什麼款式 有梁鞋 這個完全抵飾 因為梁鞋是舊款梁鞋 不是那些鞋子 不是那些鞋子 我們稱為孖人自拖 那些是很糧鞋 以前我們爸爸都會穿 我沒穿過 另外有魚肚帽 定格 魚肚帽 因為魚肚帽都是脫得帶的 但當然現在已經黏住了 另外有背心 他穿了幾個背心 然後有一個白襲衣 為什麼穿白襲衣 絕對理解 因為大家做外工作的朋友就知道 曝光的 所以就算不怕曬太陽 都會穿長袖衣 或者戴帽 保護自己 那個年代香港高樓大行不多 駕駛電子車 通常放學時間是中午 所以挺熱 而且挺曬的 所以這樣穿也很正常 長袖衣服 很合理 長袖衣服 不用說了 駕駛電單車 駕駛長袖好一點 還有這個毛巾 這個毛巾 這個毛巾 年紀小的未必知道 但這個以前的酒店 酒店 都有擺過很多年前 去澳門的酒店見過 很久很久以前 80年代 70年代左右 可能家裡 80年代 都會用這些毛巾 平價的 大眾化的毛巾 用來做什麼 什麼都可以 擦桌子擦地 做面巾 然後 雞毛掃 看到嗎 雞毛掃 很多現在的小朋友 未必見過 我們以前見到 就很不喜歡 因為他不是用來掃塵的 不是用來掃塵的 是用來 是我們老媽子的武器 我也是很憎恨 這個雞毛掃 我小時候 這裏是收音機 我試過用近鏡拍攝 難拍攝 因為遮掃光 去到會場看 又或者到時買 總之 這是收音機 這個收音機 你認得的款式 我小時候都玩過 用過 必定有一部 聽天氣報告 聽新聞 有時候 爸爸媽媽 有時候 聽馬仔 聽狗仔 所以 說到馬仔 狗仔 不用說了 絕對 這是很過癮的 這個絕對 帶給大家好多 現在就沒有了 沒有什麼 都不會這樣代發 就是 將馬經 或者報紙 摺上 長條形 插入袋子 如果你有30歲 你一定會做過這件事 看過節目的朋友 應該都 比較少 相信 30歲 但一定見過我們 爸爸 我們叔叔 哥哥 這個公仔 差不多講完了 背景都算多 不過穿上身 我告訴大家 頭盔、帽、眼鏡 全部都可以脫 造型關係 我們黏定了 現在講另一個精彩部分 就是 這部電單車 或者叫三輪車 這部電單車 其實我們 真的有 真的見到 彎仔 中環碼頭 還是金字經岡車 我不確定 肯定剛才見過 還有 但真的買少見少 如果大家見到 即即即即打卡 拍照 都是有把傘 不過這把傘的大小 可能未必不確定 是否真的這麼小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是這麼小 因為它是放在車內 車開到學校 停下來之後 就開了 所以它不會很大把 這是真的 但你以為現在 那些人的傘 可能放在固定地方 到他拍下 就開一把大一點 我就不清楚 三輪雪糕車 沒錯 這個綿羊仔 大家都知道 這個綿羊仔 就加了這面 輔助輪 就蓋了這個雪櫃 以前也有些車 是真的蓋多個人 可能都沒有 這輪車 其實你看到 這輪車 是做了很多舊化 這輪車 我覺得是跌了一些雪糕跡 有些雪糕 有些雪糕跡 跌下去 這些字都很熟 在藍色底 幾乎是肯定的 你看到這邊 這邊有很多 這些真的 當年 都真的黏在這裏 大家不要以為 真的放在這裏 它是有道具的 當年叔叔 有道具黏在這裏 不會那麼容易跌 這個真的不要拿 因為是假的 但當年有沒有這種 蒸餾水 我想我的年代就沒有 但後期應該是有的 作為一個小朋友 小學生 我一定不會買這些水 我一定是買這些 雪糕、甜筒 還有雪條 甚至買一些冰了的水果 不知道你吃過嗎 冰了水果 汽水不用說 這些 有多可愛 媽媽奶 其實這輪車的復原度很高 如果用我印象看 就會增100分 當然有些細節上 要對上去才知道 這輪車 看看 這些舊化做得很足 通常在廠製造 很難用模具做 當然部分的痕跡可以做 但有些位 譬如轉彎位 流線型的部分 用模具 不是不行 會很貴 甚至效果不好 現在做一拍套 我估計是大部分用人手上色 就會覺得是值 因為全部人手做 這些全部做了舊化 腳踏 這些位置全都做了 連椅子和花痕都做了 這個回憶都滿滿地回來 這輪車我真的見過很多 經常想買雪糕 正經街 搞別人家的車 叔叔 我真的試過坐上去 很開心玩 幸好叔叔好人 很小 一會兒很開心 童年回憶 這些燈 這輪車 有個漂亮號碼 這裏有點巧妙 這裏我們都試過做惡作劇 弄回人家的車 有些小朋友 不過不是我 我的朋友 在玩過三關 很值得 這箱是什麼 這箱限於會場才有 連續開啟五小時 據廠方說 有三種燈效 有快閃、慢閃和長雀 如果放在家裡長雀都幾個人 閃閃閃閃 聖誕節都很適合 出貨時 一共有給你兩套 大家不用擔心 壞了一個還有一個 這個贈品 就是要訂購公仔 和車一起訂購 就會有這套電池給你 會有兩個電池組 燈就一套 所以要一起買 便宜之餘 還送燈 這個會場優惠 這個限量版會場有現貨 只有100套 套裝會有九折特價 還送來一套 閃亮亮的LED燈 哪裡買呢 就在我們今年HKBTA 這個大家庭裡的 其中一個BOOF C19 C20 叫7Tone Express 這個BOOF 就會見到這個雪糕白白 和這個雪糕車 到時會有實物 還有100套限量發售 只有100套 所以喜歡的朋友 不要錯過了 記得7月28日 至8月1日 香港灣仔會議之南東芯 香港動漫電門節 HKBTA的FOOF C19 C20 7Tone Express 和大家見面 不要錯過了 今天的ToysGV 圓形不露 亦都是香港動漫電門節的特輯 到此為止 到時見 拜拜 到時見